人生是一场追求,也是一场领悟,我们这一生,路要自己走,一个人,先得受伤才能明了,先得跌倒才开始成长,先得丢失才会有收获,很多时候,就是在跌跌半半中,我们学会了生活,人生,就是一边拥有,一边失去,一边选择,一边放弃,今天陌生的,是昨天熟悉的,现在记住的, 是以后大忘的,不是人生选择了你,而是你选择了人生,是能知足,心长乐,人到无求,品质高,保持一颗平常心,凡事看淡些,生活就会更潇洒,因为活着,就得坦然,因为阳光,就要微笑,因为生命,就因无悔,做个简单的人,感觉累了,就停一停,健康重要,心情温了, 就静一静,顺其自然,苦了倦了,就放一半,松松心情,走得急了,就缓一缓,看看风景,没有阳光的时候,就停风吹看雨落,没有闲花的时候,就清秀泥土的芬芳,没有上升的时候,就享受独处的清宁,任时光流转, 岁月变先,委屈了,默默无言,想得起一点,看得淡一点,安然度过一日春秋,捆饿自知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